1950年那個時候的 野百合學運以後 那個21年來 他可以做很多 他的經驗的這個見證 當年野百合的學運 是在爭 誰要當副總統 很多人對那個時候的狀況 並不是很清楚 主要是蔣經國在1988年的1月13號過世 然後李登輝就接棒了 接棒以後呢 在1990年要選總統跟副總統 那李煥先生他希望更上層樓擔任副總統 所以他就發動學運 當時他的勢力遍布教育界跟行政界 所以發動學運很多教官就帶學生到那個中正紀念堂去抗議李登輝是一個獨裁者 那個時候我剛從美國回來 我就寫說李登輝是一個獨裁者嗎 李登輝手無寸鐵 講不好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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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總統府去 他沒有軍隊 警察 警察 情治 特別是情治 也沒有這個特務 沒有這個行政資源 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班底 一個獨裁者 至少要掌控情治系統 透過情治系統 來控制這個軍隊跟公共行政人員 教育之類的 他才能夠擔任獨裁者 李登輝什麼都不是 可以說是手無伏擊之力的一個學者 怎麼會是個獨裁者呢 原來背後的體系是 各位要把它看清楚 李登輝只不過是蔣氏的加成 他是被脫估的 要來照顧蔣家的利益跟蔣孝武兄弟而已 那後來就學運就發生了 那我們蔣素華小姐 就是當時學運裡面 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輕的學生 台大的學生 我們現在是不是開始 我們請那個班長來主持 然後請這個蔣素華來給我們 講兩個鐘頭的課 中間休息十分鐘 各位一定要做筆記 當然有問題要問他 因為二十年前的學運 到現在影響聲援 那我們來聽他來 威威道來 謝謝 全體同學請令 好請坐下 在座一樣是有前輩 所以是各位前輩大家好 還有各位同學 我剛數了一下 我們的人數不是非常的大班 所以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小的要求 有點會製造混亂 如果不可以的話就跟我說不可以 我想要我們桌子椅子 我們稍微排一下好不好 有一個圓的樣子 那不一定要桌子 這樣才不可以 可以嗎 就大概四排吧 對對對 或是圓形也可以 這樣好不好 摸水形 這樣可以嗎 好 就這樣好嗎 我會提醒一張 看看 ո稅 真的很 順 很 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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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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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 就是说 我们 最好吃的 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传真 传真都觉得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发现 我们 我们原有的基因去做重组 那他们称为这叫管理基因 管理基因怎么讲 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过程 因为我们会问问题 因为我们会有主张 因为我们会有意志 因为我们还会去解释 我们这一路让走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才是那个2.5%而已 那所以回过头来 很多人可能就会开始觉得说 我跟老的你们这台都不一样 那我跟什么不一样 其实有没有那么不一样 我想并没有那么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开头 回过头来去看20年前 1990年 21年前 21年前 其实那是我上次来这边讲的一个题目 就是讲我自己一路走过来的这经历 坦白说 学运20年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20年前我发生了 我遇到了学运事件 他不是 他不是 学运一直 我做学运做了20年 我并没有这样子 但是也有 这个20年前发生的事情 在我生命里面留下非常重要的基因 他一直在成长 也一直在发酵 那那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让我可以问问题 可以问问题重不重要 我想在跳跃我的人生经历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是在2004年 因为我在公开的场合 比较少跟人家分享这个部分 2004年 医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 我父亲得了肺腺癌 而且是末期 而且是急性的 就要死了这样子 我想怎么可能才三天的时间 很快的 他就送到交付病房去 那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从小跟我父亲是聚少离多的 然后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 真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你才开始 才开始想说 你可以带你爸去哪里玩 你开始怎么样的时候 你发现你爸怎么就快要不在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 可是 可是大家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走的 因为各位还很年轻 所以你们的经验有的是 你阿嬷一带 可能现在才面对你阿公阿嬷 会是什么癌症末期 然后送医院 我们知道医院 它其实是跟 1990年之前的政府是一样的 它是什么 无关你是国小 无关你是在做什么 无关你是国小还是博士 你进到了一个几乎叫做绝对权威的地方 当然这几年来也因为 大家比较开通嘛 所以开始有很多的医疗糾纷 但是那个医疗糾纷通常它出现在什么时候 都是出现在最后 我们没办法接受的时候 我爸爸好好送你去 为什么 好像画一个小年出来 一面植物人 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开始去打官司 有所谓的医疗糾纷 然后我们现在也学会了 要做这个打医疗糾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先去找医疗 一定要先去找记者 然后其实接下来可能要经过 5年8年10年的时间 这是唯一我们对医院我们可以讲话的 那接下来还能讲什么话呢 没办法 我们只能说 有钱人就会这样说嘛 来快点去给我找一个最好的医生 把你们家最好的医疗都拿出来 然后呢 给我最好的照顾 一定要把我的爸爸的命给保住 然后接下来要再怎么讲 否则的话 否则没有否则啊 否则你就等医疗糾纷嘛 但是各位我想要问你 什么叫最好的药把我拿出来 难道把所有的药都从他嘴巴里面灌进去 他就活了吗 不是啊 而且现在还发现 慢慢的发现 以前我们都不去问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去问了 我们发现说 同样的药给同样的病吃 有的会好有的不会好 到底哪里出问题 我们不是都要相信医生吗 医生你有开最好的医生吗 这最贵的 我们问题好多 最好的是不是最贵的 有人在摇头 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发现 等到我们进到一个 我们非要不可 那个父亲是我们非就不可的 那我们才发现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传统的价值 跟传统的观念 还有传统的权威 全部都包围住了 尤其是当各位如果也遇到 你有一个至亲的人 他得到癌症末期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讯息一下子涌到你的身边来 有的说你 哪有风水有问题 大家会遇到 有的会说你爸寿命已经盖尽了 不过只要你念经的话 你可以严寿 你会遇到这种 还有一种我会告诉你说 这个里面有基因变异 所以呢 你要吃很多的 奇怪的草药等等的 还有什么营养医学 全部都来了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恨啊 恨什么 为什么我们从小受教育的时候 该问问题的时候没有问啊 该做假设的时候没有做假设 因为没有问问题 因为没有做假设 所以我们的老师坐在这边 可能陪着我们一年 陪着我们两年 陪着我们三年 他就这样走了 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我们可能因为以为 他口才不够好 所以我们也觉得 那没啥 不是名师啊 没啥 但是好啊 大家来比比看啊 遇到这样子的情境以后 你代代比较有用吗 你博士会有用吗 你做总统的人有用吗 没啥 因为都没有问问题 因为都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 那我只举 这三年的陪伴中 有一个最重要 不是重要 就其中一个例子 我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我承诺了 我父亲说 爸 即使你到交互病房 无论你搞对 我一定救你到哪里 我不放弃你 可是怎么办呢 已经推到交互病房去了 那当然 那是我自己个人的机遇 就是因为我在做广播 我遇到了 那个医生是我的 竟然是我的听友 所以我有机会 进到交互病房里面去 我没多久就发现了 我父亲没办法排便 那我想要问各位 因为你们很年轻 所以你们可能没办法想象 也许你们只能想象 就是你们阿嬷 跟你们阿公那一代的 你去问医生啊 那你去问医生 医生告诉你什么 你放心 你把你们父亲交给我吗 你放心吗 对于这款 不能排便这件事情 他有四个理由 第一个因为他就躺很久了 第二个他还在打化疗 第三个因为他是肺有问题 中医说肺跟大肠相表理 所以大肠的蠕动很困难 那还有一个是他贴鸦片 这些因为 那所以呢 他就是不太能够排便 那但是你不要担心 我们有方法 我们可以挖他 我们可以让他吃软便剂 我们可以 那个 用很多的方法 可以去抹 可以用软的回家 也可以用卸药 所以 怎么样 不要担心啊 可是我回家以后 我自己就在想 我怎么可以不担心 第一个我的处境 我父亲已经到交互病房了 各位交互病房是什么 交互病房是一个基本上他是为很快进来很快出去设计的地方 什么叫很快进来就是很紧急嘛 很快出去就是 好可能是你开刀了所以你睡晚个两天赶快出去 不是你很快就死了赶快出去 没人在交互病房在那里躺很久的 他不是为了躺很久的设计的 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爸爸到交互病房的时候 他的血氧剩下30 大家的一般的血氧量差不多是 99 98 他很可怕 就是说你看的时候百分之百 大部分的人都百分之百 99 98 97 顶多就是这样子 你突然到30的时候 其实就会死啊 我发现他叫我 他叫我干嘛 他叫我说你放心 我自己在想 你放心 我必须开始思考 你放心的意思是说 他很有把握 所以我父亲交给他一定安全 要放心吗 还是因为他受了医生的训练 他为了你不要惹他麻烦 你做无用的啦 所以他叫你烧安物造 其实你放心这句话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你烧安物造 你不要吵我 顶多就是在家里一句话 我会尽力 可是其实我们也不太懂 他是不是会尽力 那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我做了处境的判断 这个判断不是我不愿意信任 而是我不可以信任 因为我没时间 他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 他为什么有时间 因为只要不要发生医疗纠纷 他就可以一直做到 60岁 65岁甚至70岁 我没有时间是因为我父亲 可能只剩下几个小时的生命 我怎么可以站在他的立场 做我的立场呢 我们常常也听到政府跟我们说 你放心 你算我就没事情 但是一样的啊 在这种绝对权威的环境之下 各位要问 你叫我放心是什么意思 你有时间我刚有时间 因为我们处境不一样 可是经常 我们面对权威者的时候 我们就会习惯相信他 习惯听他的英文的落断 我们就过正义了 我们没有办法 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不行 除非我要放弃我父亲 我听他的 我就等于我要放弃我父亲 我觉得我自己必须要做这样的判断 第二个 我父亲现在的状况 是多么的严重 我觉得很基础的一个问题是 我为什么这么害怕 因为我怕我父亲死 什么叫做死 我觉得我发现 我对死也不明白 我只好花一点时间又去思考 我觉得死大概有四个 有四个途径 或是后来有四个现象 当然最后就是一个现象 又不能呼吸 好 我们看了有什么 我觉得不能睡 不能吃 不能拉 不能动 最后不能呼吸 有人就说 哦 学姐 这个我会好不好 这么简单 没有 不简单 当你开始做分析了以后 你发现 这个里面有一件事情 最要紧的 但是你现在暂时可以放心的是什么 各位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情境我们不一致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回答 是不能呼吸 人不能呼吸就没办法回答 但是现在我可以放心的是 暂时因为我父亲擦管 所以不能呼吸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 暂时就放在那边 好 四个不能 哪一个最严重 不能吃 不能睡 不能拉 不能动 各位你觉得什么是最严重 对 可是不能拉最严重 因为不能拉 你可能会产生很多的 晦气 不能拉 你可能就很快就中毒而死 可是你不能吃 你还有其他的方法 而且不能吃 你可以撑比较久 那不能动呢 当然有很多人也不能动 躺着两年不能动也活着 不能睡 不能睡 也有很多人很久没有 不能睡的 所以我认为不能拉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 所以环境上我没有时间 我父亲的部分 我还是没有时间 可是接下来怎么办 不能拉 那这个过程我跳过 因为有很长的 那个 就是讨论的过程 还有争取的过程 最后 我就争取到了喂食权 因为我觉得跟吃的东西 有关系 那当然嘛 不然是怎么样 你唯一可以救的 你唯一可以有变速的 他躺着 他在做很多的医疗治疗 你可以动他吗 没有办法 所以其他就是 怎么样 就是喂食 但是喂食 他们管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判断 什么是 一定不可以的 什么是可能可以的 那我们要不要问问题 因为我们有个假设 我们当然要问 医师 那个 我爸说 我爸真的写 你说这东西有问题 那医生就挑出来 怎么有问题 我们这个都是营养师 我怎么样去配备的 怎么会有问题 我后来又开始想 我觉得不可能 你这句话又在骗我的 因为 我们并不怀疑 营养师的专业 可是我们怀疑一件事 这整个 所有的医院的医疗的招呼 都必须要在一个 符合经济成本的状况 下去运作 所以 对不起 只要你要健保 你就拿不到 所谓最新的药 因为他健保没有给付 只要是 医院里面的饮食 就不可能客制化说 你爸爸是怎么样 然后招你父亲是怎么样 我自己在猜 应该大部分还是吃罐头食品 应该大部分 顶多他就是分 因为你现在在做化疗 所以 他给你那个什么 什么 就是高 高蛋白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他只能很粗分 他不可能细分 因为 你缴了钱这么少 怎么可能 客制化 即便 那个营养师 他有 120分的才能 我们可能在现有的 制度之下 我们用不到他20分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不能相信 那我平常没有这么坏的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你面对的是 你要抢回你父亲的命 那 我还说 我就乱说了 因为后来就用泄药 我偷偷找人家进去用泄药 所以我爸爸就可以开始拍 那我就找一个理由 说这雷谢得太厉害了 所以让他 我们喂他几天吧 我喂下去之后 我要讲的真正是这一段 我喂下去之后 其实很快的 医生就跑过来找我了 医生说 你为什么把他的那个 血糖喂到400 各位知道吗 血糖400是非常高的 血糖正常好像是 饭前的话是80 饭后的话大概120 他说 你死掉一吃什么东西 完蛋了 就两只那个什么 那个 胰岛素就拿出来了 而且不管我的同意 因为 有不得你同意 那是交互病房 马上第一只就打下去了 第二只已经 领好了 在那边等 那我 我也觉得 对啊 怎么办 好害怕 怎么把我爸弄成那样 可是我还是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要思考 我如果现在放弃了 就没有了 那我就开始思考 我其实不是那种什么医疗的专家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停止发问 第一个 我父亲 他有一点点糖尿病 但是 没那么严重 那他一种变成死吧 我就假设 我假设第一个 那是人为了保护自己 在很危急的时候 得一种代偿的反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认为 所谓血糖高的意思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 血里面的糖分 测出来的很高嘛 那那是什么问题 我爸以前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必须要去假设说 他不是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 他只是因为临时的 代偿性的 为了要保护他身体 所以他的血糖就飙高了 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想 因为他躺在床上 所以呢 他的血 比较不容易经过渗透 进入器官 他如果进入器官 你验血 是不是就验不到他的糖分 这是我假设的 没有人教我 我想我 如果这样假设 医生一定要跑来揍死我 可是我自己在想 我必须 因为我面对的事 我要救我父亲的命 那开始又有很多的思考 那个思考是 糟糕 那他要吃什么 血糖这么高 血糖高的话 不能吃高脂肪 也不能吃 甚至连高纤维 高糖类也都不能吃 那因为 你也不能一直吃 那个高蛋白 高蛋白会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会把你的 那个 就是产生的气体 它会把你的肺脊压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 高脂肪 那些东西也不能吃 因为太多了 就是你可能 要不然就是会影响到化疗 要不然就是影响到糖尿病 怎么办 要不然就是影响到呼吸 我觉得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只好去做了一个判断 那我最后的判断是什么 我最后的判断是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因为我们还是要解决血糖的问题 我觉得所有的因素呢 都在说 这是我假设的 我觉得那个分子太大了 那因为我们有力气的时候 分子大 它很容易从血管 还是一样走到器官里面去 但是 你身体很弱的时候 你就走不下去了 所以我做了一个判断 我去附近的 那个营养店里面 我去买的 脂肪分解酵素 蛋白质分解酵素 糖类的分解酵素 我看那个真的是有用 因为本来东西都是固体嘛 你把它搅一搅以后 它变液体了 那通常液体的分子 是比固体还要小的 我就这样给我爸灌下去 其实那只有几小时的时间 那医生冲出来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的爸爸的血糖变成80 各位 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从400变到80 我是觉得我很走运 但是 这个关键的战争 我打赢了 因为打赢了 所以我继续拿到了 喂食权 那在那个过程中 还有很多很多的 问问题的过程 主张的过程 坚持的过程 还有你们爸爸也是给你终带了 因为带着老师就聚了 我也很希望跟各位分享 这个一连串 最近有一个导演 他说他对这个过程非常有兴趣 因为连他的哥哥也是在医院 没想到就过世了 那我要跟大家讲就说 一个现象的背后 他有什么 他有决策 他有很多的因为 所以才变成这个所以 但是那个因为 他有没有一定是为我们 想要的 所造成的 不一定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那个时候 已经 因为我救了我父亲三次 我父亲就是救到完全就 干净这样子 然后可以去种田 可是他严重的时候 研究了已经肝癌 什么都有了 心包膜也有了 有一次我为了 一件事情又跟医生吵起来 我说医生 可不可以给我父亲比较重的 比较重的 的药剂 因为那时候他第三次复发 第二次复发 而且已经肝昏迷了 医生说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他说他现在身体比较弱 但是我那时候 只好再读一次 我赌的是什么 其实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当我们做这些发问的时候 很重要是 你还是要有一点知识 然后你去理解那个知识 我知道的知识是 我上网去查 其实现在癌症的研究 是一个对大医院来讲 尤其是对这种教学医院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会做一些假设 各位你知道他们的假设是什么吗 原来 对那个癌症病人的用药 他的假设不是他的年龄 不是他的体重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做的 至少在我父亲那个时候 他们是以他的体表面积 作为失药的比例 那我觉得不对啊 所有的因素里面 体表是一个 体重是一个 你的严重的程度是一个 你老不老是一个 你的吸收的程度是一个 我觉得太多了 但是不行 这样子没办法做研究 我不得不去假设说 医生还是把我爸爸当成什么 白老鼠 就是在研究 所以我跟他说不行 为什么我说不行 因为我看到我爸已经刚昏迷 我知道他没有时间 而且我也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假设 我假设 那个癌症 只要他是非常迅速的 在发展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草 他长得很快 所以你杀虫器杀下去的时候 他的组织因为不坚固 所以也很容易杀 但是当他盘坑错节 他长得很慢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在投药 就比较困难 我一样我就只有没有时间 就只要赌 又去赌 结果又让我赌赢了 我爸又被我救回来 那我今天有点脱体 但是我想要跟各位说的 即便我们听了学运20年 各位得到的结论可能会是说 没什么 那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没有学运 我们现在学运的新的方式 是我们只要用 那个Facebook去串联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做法 我们现在已经不要到现场去 去静坐了 我觉得所有的经验 他要不要传承 所有的知识 对我们有没有意义 我认为他还是有很核心的问题 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 我是谁 我是什么 我要什么 那我存在的价值是谁决定的 这些部分 如果他都能够得到一些肯定 我们为什么要得到肯定 各位 因为有一件事是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决定的 譬如说我们的爸妈是谁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 我们看到那个爸妈好好 哇 那个对他们的孩子很好 很有钱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 有可能 因为父亲的关系 血缘的关系 我们出生落土 那是台湾人 没有办法决定 就是这样的 也包括我们的名字 当然也可以改 有人说父母 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你不要认他嘛 你就离家出走 你就去认别人 但是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 很基础的问题 这些部分 我们愿母愿意接受他 然后关联他 然后我们给他意义 这个意义不是 环境给我们的 传统给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 给我们自己的 那因为很清楚的 知道哪一些是 不可以 改变的 哪一些是可以改变的 哪一些是试试看 可以问问题的 我们发现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 关联了以后 我们面对一个 今天来这边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 在座一定有很多的 老师前辈在教我们 我们可以透过法理来建国 我们可以透过 国际法打官司来建国 我们可以透过公投来建国 我们可以透过 选完总统 总统宣布独立来建国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们甚至停在 这么多的方法里面 你怎么跟我不一样 你的不对 你才不对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 最核心的问题 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一个国家 我们为什么要一个国家 如果要一个国家 没有比较好 我们为什么要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他像不像父母一样 说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问问题 我们要有主张 我们要抵抗别人的主张 我们要 就是 因为我们的主张 去捍卫我们的主张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给他意义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后 我想我们就会有了 绿组点 面对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想我们会回答 要国家做什么 要国家做什么 其实如果还有一个 下一个小时 也许我们就来 好好的问这个问题 要一个国家做什么 国家有什么 我来的时候看电视 以前在夜市里面 什么自助餐 米打 有一些 其实他是免税的 现在要税了 很多人就想 国家一天到晚 在把我打砸钱 国家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国家 就没有警察 把我抓起来 给我判死刑 判什么 晚上还会领检 我要国家做什么 我赚钱自己会赚啊 我要赚台湾的钱 我在台湾赚 我要赚中国的钱 我去中国赚 我要国家做什么 每一个政府 不是都一样吗 每一个地方都有政府 如果政府 我们就看看他 是不是 有什么办法 有办法呢 我们就守法嘛 没办法 我们私底下就塞办法嘛 所以为什么要一个国家 我们个人这么有能力 为什么需要一个国家 我们留着下一个小时问 好不好 那因为今天的题目 还是学运20年 我想各位如果对 学运20年前 有任何的问题 一直到现在 他的发展等等 我想我也很愿意跟各位分享 那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 那下一个小时 回来 我也希望说 我们今天做这样 就不要辜负这样子的做法 我希望我们因为 有比较近的距离 你们来问我问题 我也来问你们问题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彼此 离开了这里了以后 就会觉得 因为我们的关联更深了 我们可能因为这样 我们变成好朋友 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 我们对我们主张的事情 我们更有意义感 那当然我自己认为 意义是要自己给的 不是别人给的 我们先讲到这边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敬礼 坐下